我們剛介紹的KMAP 以及KMAP基本的一個簡化的法則 第一個法則是所有E都要被圈到 第二個圈越大片越好 可是必須是2的power 然後再來呢 邊界的地方可以繞過去 然後Don't Care就盡可能把它 依據你的需求來用 通常把它當作E來用 可以更進一步的簡化 我們接下來看一些複雜一點的例子 這邊是一個4個input的Bulling Function 然後呢它TrueStable已經給你了 那首先呢你為了簡化它呢 你必須要把TrueStable 騰到右邊的KMAP上面去 因為看到如果說你照這個35Potter 如果來寫這個Bulling Function的話 會很複雜 你看它有幾個E 1 2 3 4 5 6 7 8 9 9個E 所以你寫出來會9個turn 每個turn都有4個變數 OK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所有E寫上去 00000 是1 0010 0010 0011 0011 0011是1 然後再來呢是0101 然後再來呢是0110 然後再來是0111 然後再來呢是1000 10000 再來呢是1001 再來最後這個1的是1010 ok 剩下的都是0 那我還把它寫上去好了 所以是True Stable 我把它畫在KMAP上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去圈1 圈越大圈越好 好 那每個1都要被圈到 ok 好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 你從哪裡開始都可以啦 看到很大片的1都要圈起來 那首先我看到的是 左下角有很大的一片1嘛 對不對 就這一圈1 再來呢 再來你要看那些還沒有被圈的1啦 比如反過來這個1怎麼辦 這個1你自己圈它的話 它就沒簡化到囉 它可以跟下面這個1 所以你應該圈它 這第二個 那再來呢 這很容易忽略 很容易忘掉 這四個1 他們四個在邊界 所以繞過去繞過去 四個其實是一圈的 那只剩一個1了 那這個1呢 基本在一圈 圈完之後 所有的1都被圈到了 也就是說 我cover了所有的1 那我四個圈 每個圈的都產生一個 布林執行 好我們先來看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這個1 這兩個 這兩個 好你看這兩個呢 唯一有變化的是誰 是C嘛 C可以是0也可以是1嘛 意思就是說 ABD要是固定的 所以ABD要是固定的 那分別固定的是什麼呢 A固定要是0 B固定要是1 就是A bar B D呢 D固定要是1 所以這一個圈 這兩個1呢 代表的是A bar BD OK 好那我們再看這個圈呢 一樣道理 有變的是誰 有變的是D D可以是0也可以是1 所以D就不重要 D會被我消掉 所以呢 我留下ABC A B需要是1 B B需要是0 C呢也要是0 OK 好那我們再看這一個圈 他是四個人一圈在一起 表示呢有兩個變數會被丟掉 哪兩個呢 你看那些有變動的變數 比如說A跟B誰有變動 B有變動 所以A要留下來 A要是多少 AB是0所以是A bar 那這邊呢 CD的變動 C B需要是1 D可以是1也可以是0 所以D不重要 C B需要是1 所以A bar C OK 好那剩下這個 比較複雜的這一個 這四個1 他們對應的會是誰 好你先看AB A可以是0也可以是1 對不對 A可以是0也可以是1 可是B一定要是0 所以呢B bar 那這兩個呢 01跟10 所以C呢 可以是0也可以是1 可是D一定要是0 所以呢 D bar OK 好這四個圈就對應到四個product term 把它上起來就好了 好所以呢最終就可以把 他簡化成這個樣子 OK 好這是一個 KMAP的一個簡化的一個例子 再來我們這個例子有Don't care 有Don't care 那我剛剛講過Don't care 你把它當0也可以當1也可以 因為這個輸入絕對不會出現 所以呢你產生什麼樣的輸出呢 我Don't care 所以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時候 這樣的函數其實有時候會發生啦 比如說 你要把一個這個 你的輸入可能是0123456789 的這個四個bit的encoding 也就是說你要把這個 有點像是說 設計一個七段顯示器的控制器 什麼是七段顯示器 七段顯示器呢 就是 比如說你在過紅綠燈的時候 你會看到呢 這邊有一個 上面有一個數字 它會有12345677個segment 對不對 然後呢比如說這樣的話呢 就是3 這樣的話呢就是1 這叫七段顯示器 那你有七個segment 每一個segment 可以是on還是off 所以你每一個數字呢 就會牽涉到呢 7個bit的0跟1嘛 比如說 1的話呢 就會有兩個1 5個0嘛 那3的話呢 就會有5個1 兩個0嘛 對不對 一個七段顯示器呢 控制器呢 其實是一個 Bling Function 它有7個輸出 我跟你講它是7個Bling Function也可以啦 因為每一個區段 七段顯示器的每一個區段 是0還是1 就是一個Bling Function 所控制的 而每一個Bling Function呢 有4個input 這4個input呢 就是0到9的4個bit的encoding 那可是4個bit呢 可以encode16個數字 我只用到0到9 意思是說呢 我有6個configuration呢 絕對不會出現 比如說 這個 10這個encoding 因為10根本不在0到9裡面嘛 所以呢 1010這個configuration 絕對不會出現在我7段顯示器的輸入的 OK 那這時候它就是don't care 因為它根本不會 不肯這個輸入根本不會出現 所以它是0還是1 都沒有關係 OK 這是為什麼我們會用到don't care 好那比如說呢 這邊是一個函數呢 它有限制到don't care 我覺得先畫0比較快 因為這邊1跟don't care很多 0 0 0 1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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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0 然後呢 0 1 0 0也是0 0 1 0 0也是0 剩下都沒有了 然後1比較少 don't care比較少 1少一點 don't care少一點 這個好像就7段顯示器的 有點像 欸不是 這邊有個 0 1 0 1是don't care 0 1 0 1是don't care 然後呢 1010也是don't care 1010 don't care 然後呢 1011 don't care 1011 don't care 1100 don't care 1101也don't care 然後呢 然後呢 1110也don't care 1111 don't care 1111 don't care 然後12345677個1嘛 12345677個1嘛 12345677個1 12345677個1 所以剩下把它填1 12345677個1 所以我把KMAP 那個True Sable呢 挪到KMAP上 然後接下來呢 我還是圈1 而且圈的越大圈越好 可是他必須是2的power 好 首先有個很大圈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可是你很有可能會只圈的這4個 可是圈的這4個你就沒有做最簡化 因為這邊還可以利用這些don't care 所以你可以圈這8個 因為圈的越大圈他簡化的越多 這8個以後其實只剩下一個tun 就是說只剩一個變數啦 你想想看 我們說過82的3次方嘛 意思說你少掉3個變數嘛 4個變數少掉3個只剩一個變數 所以整個8個圈起來這8個呢 只會留下一個tun 這tun裡面只有一個變數 好那還有些1沒有cover到的 比如說 最左上角 這4個角落的1啦 那我已經提示4個角落了 所以你應該會圈這4個 那還沒有1沒有圈到這個1 那這個1要怎麼圈 如果你圈這2個1 不是最簡化 你圈這4個1也不是最簡化 你要圈這8個才會是最簡化 OK Don't care有時候還會令人蠻混淆的 OK 好所以你這樣大家圈完了 所有1都被圈到了3塊而已 OK 那我們來看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 A跟B A跟B 不管你是哪一種configuration都OK 對不對 那C跟D呢 D是0跟1都可以 所以唯一只剩下C C要是1 所以這一塊就是C了 就是C而已 OK 好那這一塊呢 C跟D 是什麼都可以 B可以是1也可以是0 A一定要是1 所以這一塊就是A 那這一塊呢 這一塊我們剛剛去看過一次 不過 你當然不會記得 那我們再做一次 對不對 這個A跟B呢 A不重要 B要是bar 那這一個呢 C不重要 B要是bar 所以呢 Y就會被簡化成 A C B B 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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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個就是 KMAP包含 Don't Care的一個應用 OK 所以本來是很複雜的 可是呢 簡化以後呢 就只剩下 非常簡單的一個 複雜的 這個就是這個的答案 好我們來看一個實際一點的例子 Majority 我們剛剛看過這個例子 剛剛有同學問 是不是一定要先畫 Trustable再畫KMAP 不一定 你也可以 如果給你Spec 你又同時想做簡化的話 你就直接把 KMAP當Trustable用 好 我要你做majority 你可以忽略掉其他的東西 好 我要你設計majority 他Spec就是說呢 三個輸入 裡面1多還是0多 如果1多就輸出1 0多就輸出0 好那是KMAP 好這一個是000 是0多 所以你就輸出0 這一個呢是010 是0多 輸出0 這一個是110 這一個是100 0多 這一個呢是001 0多 這一個是011 1111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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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畫完之後 這就是你的Trustable 兼KMAP 然後呢 去圈1 圈越大圈越好 大概是三個 好那這一圈是什麼 這一圈呢 你消掉的是X X可以是0 也可以是1 留下的是Y跟Z 這一圈呢 你消掉的是Y 留下的是X跟Z 這一圈呢 這一圈呢 你消掉的是Z 你留下的是X跟Y 所以這個Majority呢 可以簡化成S和Y or S和Y or S和Z or Y和Z OK 上面有三個 四個TEN 下面是三個TEN 上面每個TEN是三個變數的組合 下面呢是兩個變數的組合 所以你可以減少很多的Switch的使用 那時間上可能沒有差太多 可能少了一個Switch的時間 如果你可以 你允許用MultiWay的話 OK 不一定啦 這個 因為那個GAT有時候 不見了一個GAT 就只經過一個Switch 比如說AND 其實要經過 有可能會經過三次的Switch OK 不過基本上呢 簡化的BullingInspiration 通常會比較快 而且呢 用比較少Switch OK 好 比如說這個例子裡面 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都是Majority 他們Function一模一樣 如果你把它包在黑子裡面呢 你用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呢 右邊經過簡化以後呢 他會 用的Switch 的數目會比左邊呢 少很多 OK 不過這也牽涉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所謂的Information Hiding 不管左邊或右邊其實都是Majority 你用起來結果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忽略掉它的Information 不管裡面是什麼做的 或裡面是多少隨時做的 只要用起來結果是一樣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電路裡面去 OK 好 那我們在Information上呢 就是用電線跟開關的去做這個電路 然後你的介面的話呢 就是定義你的輸入跟輸出是什麼 OK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封裝起來 把這電路封裝起來 把這電路封裝起來 那裡面的實作的細節呢 你可以不用讓User知道 而且比較像是說 App Trade Data Structure的 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談這個電路的一個設計啦 那這也會牽涉到你們第一個作業 那我們看講的比較快說 我們今天就得要User第一個作業了 因為已經講到這裡了 所以我看起來我們今天就得要User第一個作業 本來我是不想讓 本來想讓大家好好過中秋節的 不過就因為時間不湊巧 對 我們兩個禮拜以後Due啦 所以你可以國慶日再來寫 中秋節還是可以好好過 OK 我們接下來連假很多啦 OK 好所以說我們接下來的作業 你的第一個作業呢 是要你寫16個電路 設計16個電路 我會給你Spec 你要根據Spec呢 Follow這個原則對不對 第一個呢 你要identify你的輸入跟輸出 可是通常呢 Spec裡面告訴你輸入跟輸出 比如說上面是我的一個Spec 我Spec告訴你說 我要你設計一個chip 叫做SOR 它的輸入呢 是A跟B 它的輸出呢 叫做OUT 然後呢 它的function 就是它的Spec是說呢 如果A不等於B 那麼呢 OUT就等於1 否則的話呢 OUT就等於0 OK 好那我給你這個呢 這樣的Spec 那我們講Follow這個步驟 第一步是identify input跟output 通常你不用identify 因為呢 在我Spec裡面告訴你的 input是A跟B output是OUT 第二步呢 畫TrueStable 根據那個function所描述的 畫TrueStable 這個SOR我們之前畫過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就是說 你的這個TrueStable 我現在是告訴你A跟B 輸出是OUT 然後呢 它會是001 1011 然後我說呢 如果A不等於B 那OUT就等於1 這裡兩個都是0 所以呢 A等於B 所以OUT就等於0 這裡呢 A是0 B是1 不等 所以OUT是1 這裡A是1 B是0 不等 所以OUT是1 這裡呢 A是1 B是1 A等於B 所以OUT是0 第二步 畫TrueStable 那再來呢 簡化 你本來 你可能以為這可以簡化 不過你是被TrueStable所迷惑了 因為KMAP呢 最後那兩行呢 要顛倒順序 所以應該是 如果你把它畫成KMAP的話呢 它比較像是0101 那實際上2D的KMAP應該是這樣畫的 0101 所以如果你把它超過來的話 如果這個是A 這個是B 那00在這裡 然後呢 01 在這裡 然後呢 10 在這裡 然後呢 11 你發現了 你沒辦法圈 唯一的圈法 就是圈這兩個圈 那你發現跟原來一模一樣 所以 SOR是沒辦法講話的 我就是 你得要把兩個TEN寫出來 所以這沒辦法講話 那Bulling Suppression呢 你會寫出OUT 等於 這個E 是A bar B 這個E 是AB bar OK 好 這是Bulling Suppression 第三步 用SORPOTA TEN 寫出這個Bulling Suppression 第四步呢 把它呢 變成Circuit 把它變成Circuit 那也就是說 這我們其實剛剛有畫過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這是一個End 這是一個End 然後呢 這是一個Or 然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Inverter 這邊呢 會有一個Inverter 之類的 我想我就不再畫一次了 那 基本上應該會不會像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樣子 然後一個A 一個B 然後這個OUT 我自己畫到下面 這個電路 重點是跟以前不一樣的是說呢 在寫作業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把這個電路 用文字去描述它 用文字描述它 當然電路設計的工具有很多啦 你也可能用上面這樣的方式去 畫一些Diamine 然後拉線路去設計它 不過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 都是用文字去描述 設計電路 那我們課本用的是 它自己所設計的語言 叫做HDL Hardweight Description Language 用來描述硬體的一個語言 那這個語言呢 其實跟呢 VHDL或Verilog呢 其實精神上是很類似的 也就是說你們以後 大三下學期 在修這個計算機結構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Verilog的作業 或是VHDL作業 大概也是在寫這樣的事情 用文字來描述電路 然後呢 你就可以用一些模擬器 去測試你的電路 是否正確 然後呢 正確的話呢 用這個文字呢 通過Compiler呢 把它升成了真正電路的實作 那HDL呢 是一個簡化的版本 是這課本呢 自己設計出來 用來描述電路的一個語言 叫Hardweight Description Language 上面是你設計出來的LogicGate 注意點呢 你線路的要命名 線路要命名 那我們已經告訴你的 這個Input是A 跟B 輸出是Out OK 好那你會用到三個 兩個Inverter 兩個End 跟一個這個 Or 那這個左邊這裡呢 就是我們HDL 這個HDL的一個程式 就是一個程式 描述的是一個chip 這個chip叫SOR 那上面這兩行行呢 是他告訴你的Input跟Output 那下面Parse開始呢 就是你用來實作SOR 這個Function所用到的這些 原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首先呢我拿一個NutGate來 這個NutGate Input是A Output是NutA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我談的這個Nut呢 就是這個Nut 所以他的Input呢是A 他的Output是NutA 也就是我幫這條線路命名 叫NutA 這NutA是你自己命名的 這個In跟Out呢 是Nut這個LogicGate的使用 就跟你的SOR 已經告訴你說呢 你的輸入是A跟B 輸出是Out 那別人在使用SOR的時候呢 就會寫SOR A等於什麼 B等於什麼 你告訴他說呢 我SOR兩個Input 一個叫A一個叫B 那你要用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 A要連到哪條線 B要連到哪條線 大概這個意思 那所以呢 我用NutGate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 In等於什麼 Out等於什麼 因為一個NutGate 這個NutGate 也就是說呢 HDL對於Nut的定義 是比如說Chip Nut 然後呢 他說呢 In 是In 然後呢 Out 是Out OK 也就是說他已經幫你 定義好介面了 NutGate的使用 一定有個In In的線路叫做In Out的線路叫做Out 所以你在使用他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 In要連到哪條線 Out要連到哪條線 那這邊你告訴他說 In連到A這條線 A呢就是我整個 這個SOR Gate的Input 然後呢 我把Out這條線呢 叫做NutA 那為什麼你要幫他命名呢 因為接下來把這條線 給別人當Input 所以必須要給他一個名字 OK OK 好那你看看下面 同樣道理 我再放一個NutGate 就這個NutGate 這個NutGate 這個NutGate In呢是B Out呢叫做NutB OK 好那你看 接下來我放個EndGate 就這個 這個EndGate 這個EndGate的兩個Input呢 你可以注意到他寫A等於A 這為什麼寫A等於A呢 因為前面這個A呢是 End的Input 我規定了一個叫A一個叫B 後面這個A呢是整個電路裡面的線路 有一段叫做A 其實就是我Input的這個線段 OK 也就是說我把Input的這個A 接到EndGate的A 大概這個意思 A等於A的意思是這個 那後面那個B等於NutB呢 就是我把整個電路裡面的NutB這條線 就我剛剛 我剛剛命名的NutB在這裡 對不對 就這個NutGate的輸出我叫NutB 我把NutB這條線呢接到呢 這個EndGate的B這個輸入 所以我講B等於NutB 我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Out呢我把叫W1 也就是說呢 這個EndGate的輸出叫做W1 我這條線上面跑的訊號就叫W1 同理呢 我可以去定義呢 下面這個EndGate的輸入跟輸出 A等於NutA B等於B Out等於W2 把它命名叫W2 那最後我透過一個ALLGate 這ALLGateA等於W1 B等於W2 Out就等於Out 前面這個Out呢 是描述這個ALL的Out的名字 後面這個Out呢 談的是我整個電路裡面 那個Out的線號 那個那條線 也就是說呢 我的系統規定的 我這個SORGate的Out呢 叫做Out OK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上面是圖示 下面呢就是我用文字呢 把這個圖示呢 這個LogicGate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HDL呢 就是用來描述硬體的語言 OK 所以藉由這樣的語言呢 把上面這個圖呢 建構起來 OK 好你描述完這個LogicGate之後呢 它有一些測試用的一些Script 可以測試說呢 你這樣子建構出來的電路呢 是否正確 有沒有達到SOR想要做的一個Spec 好整個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要做EndGate 一剛開始 你只有NangGate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所有電腦都是用NangGate構成的 所以你唯一不用設計的就是NangGate 其他所有電路呢 你都要設計 所以你剛開始只有NangGate 你所有設計過了 假設你用NangGate設計完Not 那接下來就可以用NotGate 先用Nand設計了Not 接下來就可以用Nand跟Not 然後你再設計了End 接下來就可以用Nand、Not跟End 我說這麼說 不過其實課本呢 如果你用了一些 Build-in的Chip的話 他直接就用了 OK 不過你們原則上要Follow這個順序 從Nand開始 然後呢 Follow這個順序 把所有必要的Gate 一個一個的建立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假設你要設計這個EndGate OK 那EndGate的這個功能呢 我想大家都清楚 那他的TrueStable呢 也應該都理解了 那你現在手邊 唯一能夠用來建EndGate的 LogicGate的就是Nand跟Not 你只能用Nand跟Not呢 來建立End 因為 End應該是你非常早建立的這個LogicGate 所以呢 到這裡呢你只建立了Not 那所以說你只能用Nand跟Not OK 好的這是 課本的Project會給你的一個Template 比如他 他告訴你呢 你要寫一個End.hdl 那他已經給你一個空白的一個檔案了 這些是他幫你填好的部分 你要填的是這個 comment的下方的部分 就是parts的部分 那Input跟Output 他已經幫你定義好了 OK 那這是課本提供的測試檔 你不用管測試檔怎麼寫啦 基本上課本都會每一個 邏輯的LogicGate都提供測試檔 你知道時候 下載課本Project之後呢 就是 我倒會跑一次給你看 大概是怎麼樣一個程序 不過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End.hdl填好 把End.hdl填好 就像我講的 他給你是一個空白的Template 你必須要把這裡面的該填上部分填上 這個End 才會正常的運作 好 那如果你要設計一個End gate 那根據他Spec是說呢 我有兩個 輸入一個叫A一個叫B 有一個輸出叫做Out OK 那我希望呢 這個黑盒子裡面呢 我的實作呢 使得說呢 這個黑盒子的運作呢 會跟End的功能一模一樣 OK 好 怎麼要來做 就比如說你如果 照LogicGate你可能這樣做 先做一個Nand 然後把這個結果呢 加上Nard 這我們剛剛在證明 Nand是Universal的時候 我們做過嘛 只是我們剛剛 可能順序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大概就這樣做 OK 好 所以你會用到兩個 這個LogicGate 一個是Nand 一個是Nod 然後呢 前面這個Nand的輸入 A跟B呢 你可以看到前面你會怎麼寫 Nand A等於A B等於B 那Out等於什麼 你要給它一個名字嘛 因為這個輸出要給別人用嘛 假設你叫做X OK 就Out等於X 我說前面這一塊你會這麼寫 寫個Nand 刮弧A等於A 逗號B等於B 逗號Out等於X 刮弧分號 就寫完前半部 然後後半部呢 你就寫個Nand 那Nand的話呢 輸入就分 輸入輸出分別叫In跟Out 這是 有點像是它規定的啦 你就叫它In跟Out就對了 OK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每個都是你寫的 所以你寫的時候 就知道每一個的 命名是什麼 好那Nand的In呢 就等於X 那Out呢就等於Out 那後面這個Out等於Out呢 前面的Out是說 Nand的Out 接到 後面這個Out呢 是整個系統的Out OK 好那設計完電路之後 你把它寫成HDL 我就像我這邊寫的 Nand是這樣 然後Nand是這樣 然後Nand是這樣 就做完了 所以你就這個 and.HDL就寫好了 它描述是上面那個電路 然後呢你用剛剛的測試檔去測試它 它應該告訴你說呢 測試成功 那這個作業 就寫完16分之1 and的部分 那我們總共有16個 要寫 OK 好那我討一次給大家看 這大概是課本提供的軟體 那首先呢 你要去哪裡download 這些課本提供的軟體呢 所以一樣呢到我們的課程網頁 然後呢 連到這個project1 基本上project1就連到這個課本的這個project1 這邊有描述啦 然後呢 你在做第一個作業的時候 你要簽到這個software這裡 它會把所有16個作業的template 跟呢所有必要用的軟體呢 都放在這裡 所以你download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zip檔 在這個google drive上面的樣子 然後呢就把它download下來 我已經download下來過了 所以呢 然後把它解壓縮啦 那解完壓縮之後呢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 小吧 好 不是這個 這個 好 所以你把它解完壓縮之後呢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 目錄叫做Nend to Tetris 然後下面呢 會有兩個指目錄 一個叫做project 一個叫做tools 所有的軟體呢 都在tools下面 那所有的project template 都在projects下面 那這邊會有 第0號到第12號 13號的project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是第一個project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project下面呢 它幫你把這個 比如說end呢 它有什麼CMP檔啊 然後呢 這個 HDL檔等等 那HDL檔它現在是空的 所以你的目的呢 就是把HDL檔打開 把該填的部分填好 OK 好那假設你填好了 那你要去執行呢 它的一個軟體來做測試 什麼叫做填好了 如果你的end.HDL檔填好了 大長就像我剛剛 投影片給你們看到了 比如說 這個 這個就是填好的end.HDL 你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呢 你要去測試它嘛 對不對 那你就呢 找一個console 找一個console 然後呢 你要把你的這個tool叫起來 這個 第一個作業用的tool呢 叫做 Hardweight Simulator Hardweight Simulator 你去執行它 執行起來之後 它長這個樣子 這是Hardweight Simulator 好你要做的事情呢 首先你要再入你的 你寫好那個HDL檔 你再入你寫好那個end.HDL 比如說呢 這個就是它的文字的描述 我這邊看不到了 因為這個解析度的問題 不過沒關係啦 假設你 你相信我寫好 好然後呢 你如果想測試 你可以自己手工測試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input 對不對 那我們再做的是end 那假設現在A是0 B是0 那你如果去測試它 你應該會知道out應該是0 對不對 那就runrun看 結果呢是0 好那 如果你也可以去改改看說 如果把A改成1 B改成1 好然後你run它 結果就變成1 所以你大概有一半的信心 相信你結果會是對的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去 載入你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呢 等一下把它 reset才行 接下來我要載入一個測試檔 一個test script 這裡有load script 那你再入這個test script 比如說這邊會有end.tst 這個就是end的測試檔 你再入它 這是end的測試檔 這是系統幫你寫好 那個課本幫你寫好 你不用自己寫 你只要再入就好了 它的測試 基本上就是幫你一測試 各種不同的A跟B的組合嘛 然後去比較結果正確與否嘛 然後呢你就按跑 這個下面的輸出被擋住了 因為解析度的關係 不過因為這個軟體蠻差的 就是說它只有一種解析度以後 你就看不到下面 那 跑完之後呢 它會告訴你呢 比如說在這邊我會看到 end of script comparison ended successfully 表示呢 它的測試檔 run起來是ok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大概是每一個 每16個電路 你就每一個把它HDL填好 再入 然後呢 再入測試檔 然後跑它 如果結果說對了 大概這個 這個作業就做 那一個部分就做對了 大概就是這樣 ok 好 這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課本附的軟體 這邊呢 是HDL的program 那一邊呢 是測試的program 然後你按這個 雙箭頭 就是從頭跑到尾 那單箭頭就是一次走一步啦 那我確定真的走一步 要幹嘛就是了 ok 好那你測試完了之後呢 它就一步步測試 測試完之後呢 support應該會給你結果 你可以看結果啦 你可以看它的結果 像是trustable 然後告訴你說你輸出是什麼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那邊 會有end of squid 然後 他說比較的結果是成功的 那就表示你這個 硬體的描述是正確的 ok 好那這個我已經剛剛 跟大家做過一次 project 1 然後去download software 然後onleap等等 ok 那再來呢 它會有一個hardware simulator的tutorial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tutorial 不過用起來應該不是太困難 那HDL它應該也有另外一個文件 來說明HDL 比如說你 我們待會看到如果你有16條線 它基本上用一個正列來描述等等 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啦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這16個 你必須要完成的電路 分別在做什麼事 第一個是not 就是像剛才講 你剛開始的時候呢 只有nand可以用 所以你不需要用nand去建not ok 那建完not之後呢 就有not跟nand可以用 ok 那你就要用not跟nand去建end 建完end之後呢 就有not nand跟end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用它們去建or 當然意思類推 那懂意思嗎 就是說 剛開始你只有nand可以用 ok 那我想這邊的這些電路呢 你應該很熟悉 包含not and or 跟sor 那所以這邊我就不去再特別談它們了 那接下來電路會稍微複雜一點 第一個叫multi-pressor 這個電路其實我們也談過 你看看multi-pressor呢 它的input是ab跟select output是out 然後它的function是說 如果select等於0 out等於a 如果select等於1的話 out等於b 那畫起來像下面這個樣子 這是multi-pressor的一個電路 輸入了a跟b select的決定讓a過還是b過 ok 那這個不是true-stable 這只是一個function的spec 那你要怎麼設計這個電路 你還是要用true-stable去解決它嘛 那它有三個變數 你畫一個八個roll的true-stable 然後呢把所有1一挑出來 用3-5擴大 rule 寫成bullient expression 然後把它實作出來 如果要簡化就簡化 ok 所以multi-pressor這個 我們之前也講過 那只是現在你要把它實作出來 抵multi-pressor這個我們倒是沒有談過 multi-pressor是兩條路選一條讓它過 然後呢抵multi-pressor是我一個輸入 一個輸入 我決定要讓它從哪裡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兩個有點倒過來 所以multi-pressor是有兩個輸入一個輸出 那抵multi-pressor是有一個輸入兩個輸出 那也就是說呢我要把這個輸入呢 copy到A還是copy到B啦 如果select等於0 我就把輸入這個in copy到A 讓B是0 反之呢如果select等於1呢 我就把這個輸入in copy到B 讓A是0 ok 所以倒過來 一個是2-1 一個是1-2 ok 不過應該也不難 因為它這個反而是一個 你要設計兩個bling function嘛對不對 一個是A的 function 一個是B的 function 那每一個bling function有兩個input input跟select 那你就把兩個bling function true stable都寫出來 bling suppression也寫出來 始作出來就好了 ok 好那接下來稍微複雜一點 這是multi-bit的版本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not呢 是一個bit的版本 一個bitA一個bitB 輸出是一個bitOut 那我們現在是not16 它是一個16bit的nut 輸入是一個16bit的輸入 in 叫in16 它是一個array 也就是說它有in0到in15 它輸出也有16個bit 有out0到out15 然後它的spec就是 out0會等於in0的nut 然後in1會等於 out1會等於in1的nut 以此類推總共16個bit 所以16個bit分別做的是not ok 好那這只是multi-bit的版本 那一樣我們會有multi-bit的end multi-bit的all跟multi-bit的multi-pressor ok 那multi-bit的end就是16個bit bitwise做end 有第0個bit a跟b的第0個bit做end輸出 a跟b的第1個bit做end輸出 一直到a跟b的第15個bit做end輸出 總共16個輸出 對應到就是out0到out15 ok 那all以此類推 那multi-pressor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1個bit做select 可是a跟b呢都是16個bit out也是16個bit 所以說我選a 我就16個bit的a呢 一起call到16個bit的out 我選b 就把b的16個bit一起call到的out的16個bit ok 那只是multi-bit的一個multi-pressor 那multi-way又另外一回事了 multi-bit跟multi-way不太一樣 multi-way呢是input 比如說這是一個8-way的all 8-way的all 也就是說我input有8個bit 那我輸出只有1個bit multi-way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8個input一起all起來 這叫multi-way的all 所以它輸出會等於in0到in7 這8個bit一起all起來 這是multi-way的all 好 那multi-pressor一樣會有multi-way的multi-pressor 我們剛剛是2選1嘛對不對 兩個選一個讓它過 那這是4選1 這是4-way的multi-pressor 我有abcd4個bit 那我要選1個讓它變成out 你可以看到 那我就要2個bit做select 因為我有4個人嘛 那4個裡面我要選 所以a就對應到00 b對應到01 c對應到10 d對應到11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select1跟0是001 10跟1的時候分別選了abcd 這個函數就比較複雜 因為這函數有6個input 6個input 所以support你要畫的話呢 會是一個64行的true stable 如果你不想要這麼畫 你不想畫64行true stable 要是我就不想 那你要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是由這個spec本身呢 另外用其他的方法去想 我怎麼樣去做一個4-way的multi-pressor 那另外一種做法呢 就是你拿2-way的multi-pressor去兜4-way的multi-pressor 比如說 你可以這麼兜 我先做一個2-way的multi-pressor 然後呢 A跟B選一個讓它過 然後呢 再做一個2-way的multi-pressor C跟D選一個讓它過 然後這兩個呢 再進一個2-way的multi-pressor 這兩個再選一個讓它過 那我就讓我的select0呢 來選這裡 select1呢 來選這裡 ok 因為這邊的話是 你要記得的話 0 0 0 1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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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選A B C D 對不對 然後是select1 select1 後面是select0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select1 是0的時候 我應該要不然是A 要不然是B select1 是1的時候 要不然是C 要不然是D 所以上面呢是A跟B 選擇的結果 下面是C跟D 選擇的結果 如果select1是0的話 我應該選上面這個 select1是1的時候 我選下面這個 ok 那一樣的道理 select0是0的時候 你應該選A select1 select0是1的時候選B 以此類推啊 這是0 1 0 1 0 1 ok 所以你可以用三個2-way multi-pressor 多出一個4-way multi-pressor ok 那就不用畫64行的2-stable 不過如果你願意畫64行的2-stable 我也不反對 做出來應該也會是對的 ok 好那一樣 我有4-way的multi-pressor 就是一個進來 四個輸出 看一下輸出到哪裡去 剩下三個都是0 好那還有更複雜的 這個 multi-pressor 4-way16 也就是說呢 你還是4-way的 也就是說你有四個輸入ABCD 可是呢每一個都是16-bit 一個輸出也是16-bit 那一樣用兩個bit select 去選擇 讓ABCD誰要當作輸出 那選好之後的16-bit 16-bit一起扣出去 ok 那一樣呢會有所謂的 multi-pressor 8-way的16 沒有 那8-way的話怎麼做 你現在有4-way的 你可以做兩個4-way再加一個2-way 對不對 用兩個4-way加一個2-way 加起來就是8-way ok 那再來是Demulti-pressor 那我想意思類推 我們就不去談他 就是這個精神你應該可以掌握 ok 好這是你們的作業一啦 總共有16個logic gate 那你要HDL呢 把他們實作出來 測試一下沒有問題的話呢 就把他全部呢 上傳 那助教應該會再告訴你們整個 上傳的格式 原則上應該就是把16個HDL ZIP起來 透過SEBA呢 上傳之後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作業呢 原則上很難不拿100分 因為呢你都測試過了 如果你上傳還有錯的話呢 那就表示你自己沒有測試過 ok 好 那原則上給他兩個禮拜的時間啦 就我們大概就 兩個禮拜後 兩個禮拜最後Dew了 那這些電路呢 其實以後你們都還會用到 第二個作業第三個作業 你會重複的使用呢 你第一個作業所設計的電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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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